請你這位 大家平安 平安 新年共慶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分享主教是我們的基督文 我們上會有分享過這個基督文的結果 包含三個月 就是願你的名聲 願你的國念教 你的志願在地人親自在地人 以及三個月 就是後面所說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和這三個月 有一個順序就是 頭上升級 上第一國和上第一 如果後面三個月 我們以後會說 就是求我們實際上的需要 所以我們的基督有這種順序 我們今天要來看第二個月 就是願你的國降臨 要領受上第一位 之前我們當心來基督 是我們的主委感謝你的文殿 讓我們再組織在你的聖殿 來領受你的月 主委猜你的月是有開脫 有勁力 可以更新改變 條件我們的死命 所以我們請求主委 這個時局 希望我們有熟天的地匪 讓我們可以面表你的外務 希望我們有到你的信心和疼心 將你的外務實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間 來迎賞你 分給主委幫助我 祈祈祈祢 祈祈祢 祈祢 祈祢 阿妹 我們今天要說 願你的國降臨 我們修仙要先來了解 三位是上第一位 我們的基督說願你的國降臨 但是我們不知道三位是上第一位 我們的基督 本身就沒有很清楚 上第一位 我媽台福音書叫做天國 一般我們都會認為是在天上 我剛才跟我信主沒多久 那時候剛才考到大學 所以我的母規就 跟我贏去做主理老師 其實我對信用是一丁半天 做主理學的祖教 有一天有一個小孩來找我 他說 老師 這我阿公去天國 不知道天國是什麼地方 天國生做如何 我那時候對信用真的都不知道 一直半天 所以也不知道要怎麼來回答 我就來應付一下 我說天國我應該要去過 我如果去之後回來才來講 我記得這個小孩 我說原來是這樣 但是他都在眼睛 眼睛都在天很大裡 我看 我看一句話 我看一句話 這樣你就要更緊張 所以最初我們對天國 很多人 信主之後 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帝國 什麼就是天國 所以 我們先來看什麼是上帝國 上帝國就是 上帝做王 上帝將館的國 說一個國 英文叫做kindon 意思就是王國 這個王國 需要有一個王 這個王 為什麼要這個王 因為這個王 它有一個王館 它有館館 它要通在 所以當我們拿到上帝國的時候 就是在上帝做王的國度 上帝將館的國度 所以上帝國就是 上帝 在這個國度裡面 做王 上帝將館的國度 這是第一件我們要了解 第二件我們要了解 就是上帝國跟我們所有 在世間的國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 這些世界的國都會過去 歷書上不論這個國是 我年那樣 共大的國 到老闆都會衰亡 我們看到 歷書上 埃吉 阿朔 巴比倫 普蘇 馬胎 肥力 勒馬 這些世界的共國 到老闆都沒去 都衰亡 只有上帝國 是存在永遠 聖經中間這樣說 說你的國是永遠的國 你這種的冠病 尊到萬代 歷書也這樣說過 歷書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我的國如果屬於這世界 我的心腹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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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交給猶太人的手 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所以我們怎麼能表達 我們在理解上帝國 我們不可以用世間的國度去理解 這是第二項我們要了解 所以簡單來說 上帝國就是 跟這世間的國不相反 它是要尊夠永遠的 你看這個上帝國度 意思是上帝作王 上帝將冠的一個國度 你知道嗎 當我們要說 萬列國降臨之前 我們要先處理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很重要 在性經中間 我們要理解 第一項就是 到底上帝國已經降臨 也就是也不降臨 因為我們對亞洲基督的時代開始 歷代的信徒 已經記得一句說 萬列國降臨 到底上帝國 那已經降臨 性經學者對這個答案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的回答是說 上帝國已經降臨 但是也也不降臨 為什麼有這種說法 既然降臨就已經降臨 還沒降臨 就還沒降臨 為什麼說已經降臨 還沒降臨 因為在性經中間我們看到 兩種不一樣的說明 第一 就是上帝國已經降臨 譬如我們看 馬太后院士第二十二十二十八十 亞洲這樣說 我如果靠上帝國降臨 這就是上帝國降臨 就是說 亞洲基督有那種的降臨 來降臨 來降臨 我們看見到這種的記載 我們就免得上帝國已經忍住在我們的中間 上帝國有這種的能力 跟社羽對抗的能力 但是我們還對另外一個地方看見 就是說亞洲用一個披露 譬如我們看路加後院士十九州 我們看到有這段記載說 有一個人他們抓到上帝國在現現 所以亞洲要對他們說明這件事 他用一個披露 他說有一個貴族 要去行行的地方 要去弄奉罪王 要去弄奉罪王 然後他要再回來 然後他就交代的路伯 一個人給他一個金子 其實要運用這個金子 好好去 來經營 然後後來這個 譬如說這個王再回來 論說行善 論罪刑罰 所以這是亞洲在說一個披露 說這個披露 我們就明明說 改成上帝國還不完全降臨 特別我們對現今的世代 我們看到很多 不合在上帝的基於的事 他完全在這世代出現 我們看到很多不公義 不疼心的事 他完全在我們的社會中間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上帝國 改成要不完全降臨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 上帝國已經降臨 他也要不降臨 簡單的解釋就是說 當亞洲基督第一邊來 他帶來上帝國的信息 也讓我們經歷上帝國 上帝將館的官兵 那個時候上帝國已經設立了 已經開始 這是上帝國的開始 但是當亞洲基督第二邊 英雄又在臨的時候 那個時候上帝國就要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 像戰爭 我們知道 戰爭 譬如說要收穫一個國家的國土 以前要先登陸 登陸之後 開始 戰爭 戰爭之後 九樓要完全都收穫這個國土 所以我們剛才在這個過程中間 上帝國已經開始 但是他要不完全降臨 這是第一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的基督說 願你的國降臨 上帝國的降臨是 我們要聽好 其實是我們要認真打招 來促生上帝國的降臨 我們要一直打招 就是我們要聽好上帝國的降臨 這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 我們基督可以聽好 因為我們要認真 上帝主管的認真是上帝的降臨 對這件事我們無念威力 因為這是上帝主管 上帝議員 當時他要讓上帝國降臨 這是上帝聽到的事 這是我們無念威力 譬如說我們看火力比第三周二十十 說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而且聽好救助 就是主要說他就對天上降臨 對這點我們只可以聽好 但是對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他就要說 也這樣說 特別在羅賈福音書十六周 十六十 他這樣說 說入法跟聖地到約翰遺跡 對達了上帝國的福音團飛 人人要努力立起 這努力這兩個理 我問的意思是 共募要出很大的力 意思是說 因為祖宗的力很大 所以我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極大的代價 才可以立起 所以這讓我們明明就是說 上帝國有一部分是上帝在做 我們更加努力也沒辦法 這部分我們要學習聽好 但是另外一部分 是上帝國在我們做 我們要努力去完成 我們要努力去完成 比如說一個國家 我們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有 三大要塑 或是四大要塑 就是土地人民政府和主管 我們來明明 上帝的主管 主管的部分 是上帝聽到 因為主公 庭上帝的所有的官僚都收取給他 所以主管的部分 是上帝聽到的事情 土地也沒需要我們準備 說到政府也是上帝去聽到 但是在這個 百姓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參謀 當然我們要明明 雖然上帝國的百姓 是上帝所經算 所求職 但是我們可以參謀在這個中間 所以關係 我們在祈禱說 有限烈國降臨這件事 不然 要跟大家分享三件事 這是我們可以做回來參謀 所以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這三件事 我們可以做回來參謀在這個過程中間 第一件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悔慨 接受上帝的通知 在信仰中間我們看到 驚世的約翰和亞蘇的選項信息 他說 天國軍人 認得應當的悔慨 所以天國降臨和悔慨這件事是有關的 悔慨是什麼 悔慨就是說 我們離開座 全運上帝 所以如果我們有順序的心 在祖民前 基督說 願你的國降臨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上帝 來將關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修身要先悔慨 讓上帝的官靈 可以來將關我們 我們看見到 圣經就跟亞蘇這樣說 都看在這裡 看在那裡 因為上帝的國 就在你們信賴 所以我們必須要相信一個屬性 就是上帝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通知者 我們願意發肥 贏之餘在我們生命中間 來做王 做主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當然 就是說願你的國降臨 願上帝的國降臨 我們就要發肥上帝在我們心中做主 如果願上帝的國降臨在我們的家裡 我們就要讓我們的家庭中間 全上帝做主 但是往往 我們通常都在意識中間 理解這個 但是在生活中間 事前中間 我們做不夠 我們往往要自己做王 要自己做主 所以在新的一家中間 我所期待 我們大家做的要來做一件事 當我們說亞蘇基督是 我們家庭的主 亞蘇基督是我們的主 我們就要將主管交給上帝 我們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還要思考 我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會有順福在上帝的心意中間 所以當我們的基督說 萬利的國降臨就是要請上帝國 你不在在我們的中間 來管理我們 來將管人 這是提供的事情 相反 我們在教會中間也是 我們做會的基督說 萬主的國降臨 我們的教會也要 尊上帝做主 我們在開念好的婚宜 我們在決定念好的事情 都要思考 到底上帝的心意是怎樣 我們應該才會這樣做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我們要去學習 第二項我們要去學習 就是說 我們能夠參與在中間 就是我們去選擁 在萬八十個中間 做見證 我們要努力將上帝國的福音 團體 這是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 我們知道 住客來 那天的日子是一個惡比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書家也不知道 人主也不知道 獨特上帝知道 所以這個時間 當時要發生 我們不清楚 但是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可以參與 對萬八十中間最堅定 亞洲這樣說 這個天國的福音 要團片天的 對萬八十最堅定 要不及才會來 所以這給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題材 就是 我們 成為一個信用的團體 我們要去奮向 這個給人得救的福音 我們要作法 讓上帝的公義和領海 在這個世界中間 我們要盡力去減輕 這個社會的苦難 這是我們受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今天上帝 讓我們 很多成年教會 所以這間教會 在這個地方 目標是 要讓這個社區 這個社區 這個社區 在這裡祝福 可以讓人 最大的祝福 就是套過人物上帝 人物上帝 人物上帝 國度 人物福音 接受福音 所以無所期待 我們的教會 要講出一個 全世界 封鎮 美笑 為我們 我們 來 東北 我們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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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ing 反對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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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國家的人更加認罰上帝國的情侶 特別是我們站在這個世界中間 無所期待,我們真的真的可以在這個世代來為上帝做建設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第二項事情 最後一項,就是我們要聽好、要記得原上帝國降臨 如果我們看恰恰六,恰恰六的作者在 全本聖經中間最好做一個結束的祈禱 證明這件事的事情是說 是,我立刻要來,要快來 然後他做一個祈禱說,阿門主要說,我有願意來 意思是說,我們期待主要所祈禱,冠軍臨在我們的中間 當然,主要所祈禱當時要來,我們不清楚 如果我們不需要去裁切,就聽好 這是聽好的功課 但是我們要用幾種很重要的心態來聽好 第一項,我們要謹慎、心中 聖經提醒我們,亞洲基督當時要再來,我們不清楚 但是我們要用一種驚慎的心來聽好 因為驚慎的心聽好,在亞洲基督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應 我記得,我的女兒母親小孩的時候 他在讀長的時候 他要畢業的時候,好好有舉辦一個畢業典禮 要他們做一個表演 其中,要他們表演一個舞台劇 我看他從那個時候開始 每天都在練習那個舞台劇的表演 他們是演一種叫做 之前有一種百老會的音樂劇叫做貓 大家不要看過,他們是演那個貓 他幾個禮拜之前一直在表演那個動作 所以在驚,都驚到一半就靠到蛇 像貓裡那些蛇 我就問他說 哇,你這麼認真的表演 這齣的主角是什麼人 他說主角就是他 我說,哦,那是主角 後來我才知道主角有四十幾位 但是我看他這麼認真 我真的要做,他們真的是主角 他每天都在那裡練習 到要表演前一天 他們就去領一個那個四伏 那是一隻鳥子的衣服 穿起來,就變成一隻鳥子 他就很興奮,準備一穿 第二天,平方是 可以叫他都叫不穿 很愛睡 但是那天可以一穿就穿起來 穿起來後,他就把四伏穿起來 我說,比隔壁是隔壁的時候 比較不高興,他現在穿不舒服 他說,他本來早上隔壁就要穿在睡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裡準備堅持要穿 我看他這個情形,我覺得 比較不會那麼傻的人 但是因為他這麼認真,這麼堅持 我就沒過頭去感謝他 到後來,表演時間要到了 因為他準備好一切 所以他就在台下店就開始在那裡表演 其實大家都很認真,表演得很好 但是其中有一個動作 一直買到舞台上 老叔要在那裡管佈在找他媽媽 因為媽媽在那裡洗腹拿去 他一直在等他媽媽來 等不來 等到人都一直在那裡靠 結果,妹妹這樣沖沖茫茫 穿那個師父去表演 我心想就想說,一位孩子 為了一個表演 筆學典的表演 所以認真準備 北部也很關心在配合 但是最后因為他沒有驚醒 做成這個孩子這樣驚驚到 這樣他比較興奮在台下 我對這件事中間我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子 有一個小小的表演 在中時 我們基督徒 今天不是應該驚到中時 以後所基督徒再來 上去讓我們 我們也要用心很驚醒來做準備 聽好 阿蘇基督徒再來 可以立足的歡喜 所以我們要用一種驚醒的心去聽好 阿蘇基督徒再來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當時要來 但是我們要驚醒 驚醒要怎麼驚醒 第二項和大家的負責就是 在單臺的過程中間 我們要重視負責 每一個人在人生中間有不同的調柄 有人想到什麼角色 他就認真負責這種角色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心情中間 在聽好的過程中間 老婆就做老婆的事 官家就這篇官家的精靈 聽好豬郎等等 就是論功行賞 論罪行法 在單臺的過程中間 不是要大家圓圓圈圈 放棄自己本身的感受 跟本分來到非基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叫做驚醒 驚醒就是我們 盡我們的開戀 完成上帝交代我們的須名 我們接受我們的感受 認真伴恩我們的角色 所以在這個單臺的時間 我們中間做家庭主婦的 我們就認真照顧家庭的民主 我們各行各業 就在我們的集團上面 用我們 出所做的工來服載別人 來影響上帝 如果我們中間有 退休的人 如果身體能夠可以 他就奉獻自己的時間 導致服務社會 那就是在教會中間 去服務別人的工作 生活如果比較不方便 他也可以使用替人基督 這都是很有意義的 也就是我們基督徒要表現出 中室有一個態度 你中間做老師的 你就認真做你的老師 做學生的 我們就認真做學生的事務 這才是一種健康的聽好 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 接受自己的姿勢 來影響上帝 很好辦 這是我們聽好的一個心態 最後一項 就是我們聽好的過程中間 感謝上帝 他讓我們有教會的生活 讓我們在 亞洲基督 要不再臨的中間 我們也可以用 擦聽的心 好想在 教會中間 在我們的家庭中間 在小組中間 在團體中間 甚至在社會中間的團體 我們都可以用 聽心、保障、寬態 來聽好主要所基督 又再來 所以今天 大家就會分享 就是我們在基督說 願你的國降臨 我們可以描述 我們可以描述 接受這個救援 我們可以選擁 在萬八十中間做見證 我們可以親切、中室、負責、批訴三天 來聽好上帝 我們上帝 又降臨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當心來的基督 是我們的主 我們感謝你大的問題 我們困求主 你透過你的話 讓我們面白你的心意 若收視 我們地匯開發 將你的心意 辨明出來 來迎光你 這好人 我們基督 宏科主要說 聖主的名 Amen